云元大眼方形脑袋自学机器人的发明 因为孩子一句话 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么厉害的机器人 后来我说你怎么样才会相信 你做一个给我看我才会相信 真实发明来自长篇漫画 机器人比赛笔下角色 国宝级艺术家刘新青举办创作回顾展 让人陷入而是回忆 我从小就是他的粉丝 所以那些漫画其实我全部几乎都看过 他把我们很多生活当中的所有的一些情景 细节他都把它描绘出来 童年家境差代表作阿三哥与大神婆 就是把曾经的刻骨记忆 画为幽默小品大获好评 大神婆是客家人 她是那种很勤劳标准的客家妇女 还有我也画阿三哥 阿三哥就是我自己的 我排行老三 没有想到很多人也很喜欢 所以画了几十年 从漫画家到发明家 刘新青用独特创造力 保留住台湾最质朴的文化风情 大家新闻 钟子云 叶宜玲 台北报导 澄宗 杨树